现在就是说国际社会决定什么时候结束战争 如果普京是这个骑虎难下的话 我想美国他们考虑的是敲山震虎 就是在警告中国 这今日的这个普京就是明日的习近平 如果说你想发动台海战争的话 会是同样的结果 这是不可燃的 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民主国家 大家会掉头来支持台湾吗 俄乌战争将满一周年 拜登普丁21日各自发表演说 纸板民副认为西方熬过了冬天 大概率胜负已定 纸板解读普丁的演说 既想要体面收场却骑虎难下 国际社会政界普丁的处境警告中共 纸板认为国际会记取 没有成功嚇阻普丁开战的教训 在台海议题更坚定 及早支持台湾 此外华尔街日报纰漏内幕 俄国凑败下习近平打算 透过军援俄罗斯来达成俄乌停火 不过美国欧盟纷纷警告中共 欧方转述王毅称 中方无意这么做 但王毅到俄罗斯 又说中俄坚若磐石 他虽然嘴上说得很嘴硬 但实际上就不敢 因为已经说了 如果说你要是支持乌克兰 如果支持俄罗斯的话 美国就事同中国参战 就等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中国被吓得不敢说话了 所以说虽然嘴硬 这个日语有句话叫 叫败权原废 打败的狗跑到很远的地方 然后叫得很大声 他不敢过来干嘛 在这场战争 还是拜登访问乌克兰 就让全世界证明 就是说现在主导这个世界的 还是美国 另外在美国总统大选 开打局下 传出中华美国总统 将访问美国 访问的形式 是否进入华府 是否国会演说 甚至两国总统会面 都会是重要议题 你对中国越强硬的话 你自在党内党外的支持率 都会是高涨 麦卡锡要访问台湾 这个我想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 只是实际 这个拜登的又要争取连任 在这个时机的话 这个蔡英文总统访问美国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议题 2023年中美的对立 应该还会在以台海为主轴 还会继下去 新航亚财电视 陈辉模张东迅 台湾报道